花蓮县光复乡大同原住民部落发展协会 任养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大同堤防水岸土地 3月10号在花蓮西大同堤防高滩地 办理环境绿美化聚灾活动 邀请第九河川局花蓮领馆处光复乡公所 光复国校以及在地社区 一同在提顶花台高滩地 种植有领馆处提供的1300株苗木 响应政府的零排碳政策 花蓮县光复乡大同原住民聚落发展协会 任养水利署第九河川局大同堤防的水岸土地 借由办理环境绿美化职灾活动 让更多在地民众能感受前瞻优质水环境建设成果 活动当日民众参与性质高昂 在与民众的互动中 让大小朋友能够一起维护优质水环境 场面热闹而温馨 九河局表示 大同堤防的高滩地环境改善 从93年完成到现在 流入稳定安全 有融合地景跟水环境的清清草原秀气空间 还有原住民文化太阳广场 透水铺面步道等友善设施 任养协会身兼大同村村长邱金仲则表示感谢 这是已经有停断了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用原住民肌肉发展协会 我们延续着我们的社区领域这个脚步带走 又看到我们小朋友 真的感到希望无穷 希望无穷小朋友参与我们的指数节 社区非常认真的做维护管理 除了除草、清理废弃物 更进一步移除银河欢、银交菊等外来种 栽植台湾水柳、台东火赤木等原生种植物 并与荒野保护协会、花莲环境保护联盟等办理环境共学 一起打造生态友善环境 记者高双双光复香采访报道 让我们解释了 适合 另外 证明